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 和 譬如有些人 他很愛主 他很肯傳呼音 他很肯處理罪 很肯祈禱 那他是不是一定圣灵充满呢 我會這樣說 他真的和神有一個 密切的關係 在靈裡面的 祈禱 他很可能是圣灵充满 而自己不知道的 他經常都會感謝神 讚美神 感激神 他很大可能是被圣灵充满 但有些人很容易切傳呼音 他經常去傳 但他和神的關係 那些祈禱限於 事務性的祈禱 幫助救人 他也是有圣灵感動的 不過他 因為他多些是知識的 是誤性的祈禱 聖經有講到誤性的祈禱和靈的祈禱 他只是誤性的祈禱 他通常來講 我不會說是絕對的 通常來講 他未必是圣灵充满 他亦都可能是 有時會怎樣 因為他以切到的程度 聖靈給他的火熱很強 他會發覺 按走祈禱 他都會經歷聖靈 可能是這樣 不過我們通常來講 聖靈充满 他都是心靈 是很渴無神 很愛無神 就會有 祈禱的那種能力 或者是大聚會的時候 譬如同樣祈禱上台 譬如有些教會 每個星期都會祈禱上台 祈禱的 又為病人祈禱 又求主祝福 幫助我們愛主 但是沒有什麼人會 經歷到什麼 但不一定是要經歷才有聖靈的能力 不過起碼有什麼經歷呢 那些人會摘心 會火熱 會有些安慰 會有些激勵 或者有些憂鬱的 得到一些醫治 聖經講到 聖靈會醫治很傷心的人 他會有更多能力的彰顯 如果大家聽過 有些報道會 有些人在報道會信主 是傳統教會的報道會 他在報道會說 一唱詩歌 他就哭得不得了 但他自己的教堂是沒有的 還有有些人去夏令營 也很感動 為何在這些情況 那個教會平時又沒有 為何那時候有呢 就是因為在報道會 或者夏令營 那些人投入 親近神一段時間 即是投入了 還有那些人都比較毀身 還有在報道會 很多人祈禱求神 拯救那些人 所以就算在傳統教會的報道會 都會聖靈的同在強烈一些 不過那些人 到平時就很少這樣的運作 即是那個聖靈的能力的彰顯 就會比較少 通常聖靈充滿的人 有一個特色 這是我們在經歷上發現 即是有些人一開聲祈禱 那些在座的人 立即感受到能力 立即感受到身體感受的能力 內心感受到能力 內心有激勵 有感動 有些人得安慰醫治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分別 那這個 即是 譬如我看大衛的詩 看到他怎樣形容他和神關係 都是講到一種 是從心靈發出 那種愛慕神 或者是薩姆爾那些先知門頭 都是很親近神 那他們這種親近就會容易有更大的能力 這件事 也有確實可以 一種要是 走著 他們出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